哈喽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经济节奏同步,也呈平缓增速下降趋势,但从三架马车来看,消费无疑是经济增长的稳定器。 2018年,消费对于中国GDP增长贡献率非常高,达到了76.2%,2019年前三季度消费增速保持在7.5%以上,高于同期GDP增速6%, 中国2018年,消费总量占GDP比重是54,300分号,这个数字比很多国家要低。 麦肯锡认为,2030年,中国将贡献全球消费增量的30%,对比全球,中国消费增长还有较大空间,也就是说,消费行业的总体前景还是很光明的。 事实上,中国改革开放至今就是一段消费不断升级的历史,只是消费这个词这两年才被频繁地提出,对应不同的GDP水平和消费特征。 中国的消费发展进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。 一、必需品消费升级70年代初到80年代末,人均GDP为150至300美元,消费总量增长较快,但是国民消费类型局限在基础必需品上。 二、小康消费升级80年代末到20世纪初,人均GDP为300至1000美元,投资型消费有所增加,城乡差距开始加大,国民消费重点为耐用消费品。 三、品质消费升级20世纪初到2015年,人均GDP为1000-8000美元,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产业快速增长,奢侈品消费和服务型消费占比变高,但总体国民消费结构变化不大。 四、多元化新消费2015年到现在,人均GDP达8000美元以上,增长总量趋缓,同时低线城市和农村的消费快速升级,下沉市场受关注。 此外,人们越来越追求健康、科技、个性化和品质化的消费,谈两个问题。 第一,我们现在说的新消费,新在何处?主要是三点,结构升级、理念更新、需求多元。 第二,新消费的动力引擎在哪? 首先整体上讲,主要原因还是宏观经济的发展,我们看到,从世纪初中国加入WTO起到2018年,中国GDP迅速增长,城镇化帅进一步提升,2018年已达58%,近20年来,信息技术的发展也对整个消费行业起到了非常大的引领作用。 从需求端来看,虽然现在人口维持在14亿左右,人口增长红利不在,但人均GDP越来越高,越来越富裕,人口结构也在发生变化,科技的发展会促进更丰富,更个性的自我表达方式的涌现。 从供给端来看,交互网络和物流升级,线上线下结合更加紧密,供应链愈发信息化、智能化,是技术给予了消费强有力的支持。 第二,新消费时代的人群画像,讲消费离不开人,或厂,人事需求端,或是供给端,厂试如何把两者更好的结合在一起。 首要关注的当然是人群,但分析人群特征政变得越来越难,因为现在消费者的行为真的很难猜,比如,年轻人会在名创优品上买便宜标品,但在新兴领域花大钱却一点都不心疼,富人手里能够代表他的阶层,代表生活品质的东西可以价值上万,但穿的衣服却只要几十元,一些人平时算计着过日子,省吃俭用, 但是双十一却迷失在直播前,包裹多得收不过来。 很多中产虽然在子女教育的未来投资类消费,春节旅游的生活品质类消费上毫不手软,却对在拼多多里买到的书包感到满意。 我们可以通过某些硬性标准,比如年龄,收入给消费者分类,但不可否认,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和消费方式正在变得更综合,更复杂。 目前中国的消费人群结构正逐渐发生着变化,以几大代表性人群为例,Z世代,丰富物质环境下的新消费主力,千金难买我开心。 中国有三七八亿Z世代,他们是互联网的原住民,物质条件丰富,也接受过良好的教育,而且比起中产阶级,年纪大的人,他们更敢花钱。 年轻人的消费动机和消费倾向是我们的研究方向,尤其是内容消费,他们出于兴趣,为了圈层的消费模式是我们的关注重点。 银发足,金字塔式需求,不孤独,不生病,不掉队。 银发足,金字塔式影响